每日 四乡 淡酒带 采出一逛逛 欢迎大家出席 如苏鼎香同意赞兔 今大博华是位主办 第八次演技艺飞亚洲 博华一天中够开赛 而是要进行的是本赛面积 第四场的小组领赛赛 我是市场比赛的大博主席 吴依馨 坐在我旁边的分别是 正版方的技术员 签计分人 一家卫眼睛的根本 欢迎他们 接下来 先让我们认识一家双方的 变手 就在我右边的 正方的代表队 中国宝洞神 东莞世邦女生学 一面 二面 楊晋 三面 四面 李采文 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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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面 二 三面 一 第一位是DM-51 當然是比賽雙方 現在給大家介紹的就是今天決定獸服的贏成人物 也就是團賞比賽的大會比賽 第一位是高獨 他是大學新冰杯冠軍 一名高中指導老師 還有一個來的 第二位是楊子龍先生 還有一個大會 第三位是林子傑聖雄 他是全奧大專中文這次賽冠軍 現在是20年到2012年全奧大學中文這次賽冠軍 感謝各位同學們在同學 請就共出席參與的次賽冠軍 歡迎你們 很嚴肅經驗發採用 奧雷剛心智 現在請主要發言時間 才能解說一些比賽制度 在上半天採用 他的奧雷剛制度時的賽制 即正方一面升論 本方二面支持 本方一面升論 正方三面支持 正方二面升論 本方三面支持 本方二面升論 正方一面支持 正方三面升論 正方二面支持 本方三面升論 正方二面支持 隨後會是反方四面總結 再到正方四面成績 比賽的宣告結束了 本次三面的評券過程 將採用2010年全面的公開評審機制 相關的信息 再給大家介紹 在整個特匯級中 雙方二面守 大部在現場發言時間 數三十兩時 大部會將一聲提示 當發言時間完畢時 將一兩聲提示 時間結束後 面守會馬上停止發言 好 馬上開始今天的比賽 比賽的題目是 馬來西亞應取消增收消費稅 我重複 比賽的題目是 馬來西亞應取消增收消費稅 比賽開始 比賽開始 首先 有請正方一面 一步到獎台 您的收入時間 為四分鐘 計程將會 連三個發言後 開始計算 就請 好 現主席大家好 近來馬來西亞應取落 石膠費稅爾 步步不斷 據當金彈馬報告 檳城一家看 45年的老字號商務 以落石膠費稅爾 導致歇業 而在落石消費稅 後的後幾天 出現了群眾上街 遊行表達不安的情況 其實這樣的例子 還有很多 許多中小企業 都因為消費稅的影響 而倒閉破產 消費稅也給人民的生活 造成很大的影響 由此可見 消費稅的存費問題 還是我們仔細斟酌 先來給大家明確一下定義 消費稅就是指政府 向醫科與科稅的商品 及服務徵收的稅項 及所有註冊廠商 將作為政府代理向消費者 徵收消費稅 並且他們可以向政府 申請回扣 同時 國家當降低公司 和個人所得稅的稅率 我方認為馬來西亞 不應該取消消消費稅 接下來我們要從兩個方面 論成我們我們的觀點 首先消費稅加重了 中低收入者的負擔 加大了社會的平均差距 根據今年馬來西亞央行 給出的馬來西亞 居民消費者處 我們可以發現 在落實消費稅之後 市場內的商品 服務價格突變上漲 稅積於擴大 對於佔人口大多數的 中低收入者來說 就變成了一種更大的負擔 另一方面 對於低於個人所得稅 其增典的窮人來說 所得稅稅率的降低 其實對他們沒有什麼好處 根據財經專家 潘力和統計 月薪三千的人民 一年大概少交 一百多的科爾索得稅 卻要交八百到一千的消費稅 馬來西亞有百分之六十五的 家庭月收入不到三千五 假如高收入階層 月薪為二十萬 則所得稅 就算只降了百分之一 他都可以少交兩千 這個時候跟普通民眾相比 八百到一千的消費稅 就算不了什麼 因此高收入者所需要支付的稅 其實是會相對減少的 據南洋商報報道 馬來西亞貧富差距 在東亞國家中排名第三 而消費稅給窮人增加負擔 由心中缺的富人有所優惠 這樣則會使社會的貧富差距增大 加均社會矛盾 另一方面 中小企業的運營成本 也會因為消費稅的遮收 而承擔更大的貢獻 中小企業是馬來西亞 經濟發展的基礎要素 而在實施消費稅後 他們需要先幫助消費者 代價消費稅 若實想 商品最終賣不出去 則需要他們來承擔這部分的成本 退進相稅規定限額是14天 但中國到現時 有7萬多的商家在5月開始報稅 但到現在都還沒有收到退稅 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商品賣出去了 政府的回扣也總是實施落實不下來 企業承擔的風險和負擔增大 直接導致中國的中小企業 老皮破產 其次 常越來產 消費稅無法很根本上解決 國家的稅收問題 按照上面說的 消費稅給中低收入者 中小企業代無私中的負擔 他們就很難更好更快的發展 這樣消費稅表面上似乎短期 會增加稅收 但實際上 從百姓手裡挖去錢 才更無法及時反饋人民 這樣一種做法 會使百姓的負擔越來越重 長此以往 收稅也會變得越來越難 當今馬來西亞有行政貪污腐敗嚴重 類似不夠的問題 因此我們應該更從這些方面入手改革 馬來西亞第二財長曾公布 貪污腐敗倒是每年至少損失二百八十億令吉 但現在卻要人民未行買單 另外公價的提高也打擊了人民消費的積極性 鼓勵與內需的擴大 因此火方汽車替代方案是 可以隔除現金銷出稅和服務稅的弊端 把稅款的原售價和開算 提高透明度 推動服務業及新興產業的發展 還可以推進雷敬稅 雷敬稅和雷敬稅 雷敬稅和雷敬稅 謝謝 請反報告電 請上台自詢直接每兩分鐘 謝謝大家 那同學請問在開始的事情中小,我想請問您您幫澎涼馬來西亞幣不應該取消消費稅有標準是什麼? 就是我們只要認證它沒有必要性而且很沒替代 好的,沒有必要性,所以在證明它沒有必要性之前,請問您知道在實行消費稅前我們實行的是什麼稅務制度嗎? 消消費稅與服務稅,所以我們應該知道消消費稅與服務稅當中存在雙重課稅以及價格狀況的地方是嗎? 這就是需要您方問的證 好的,對同學,我幫我會再認證,就是因為在服務稅當中存在於通平度的,我們是不是應該提出一個更加有通平度的? 需要通平度嗎?稅收金度嗎? 首先,對方應該先向我們認證,之前那個稅收是沒有通平度的,還有其次還要向我們認證,現在這個通平度有多高? 好的,對方同學,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之前的SST是沒有讓人民知道當中稅收的比例上價格的多少 而今天呢,GST卻是明確地告訴大家,今天你的價格裡面有多少發現,有多少令吉,是含有效,是足於消費稅 所以從這一方面來說,比較透明的民房接受嗎? 但是我們今天也可以通過,額取不消,受稅和服務稅,避免 好的,所以您方,成本的SST有避免是嗎? 有嗎? 有避免是嗎? 好的,謝謝,可惜,我們來告訴我們,看下一個問題,我們看,您方告訴我們,從高中的群體打了受賄是嗎? 是的,您方可以告訴我,剛剛說不定有消費嗎? 剛說不定有消費嗎? 有消費,所以他們有消費,為什麼他們有消費稅要講消費稅嗎? 他們他們個人所得稅的那個稅率,他們個人所得稅的那個稅率,他們個人所得稅的稅減少,等於多,在消費稅表的大一部分 謝謝,謝謝,請要二遍 再來,有請討論,時間為四分鐘,繼續將會離開火花以後,開始第三 謝謝主席,大家好,今年四月一日起,馬來西亞開始實施徵收消費稅的政策,然而政策實施至今仍然有人讚和有人反對,雖然消費稅已經實施超過半年了,但仍然有民眾不瞭解何謂消費稅,消費稅是指政府向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所徵收的間接稅,政府是通過向年齡業而超過五十萬的劈發商 經營收商進行政策,以消費者購買物品時,物品價格已包含消費稅,所以最多消費稅的收入,將於消費者承擔 今天,需要補方可動證,徵收消費稅這項政策的需要性,以及只要通過修改現狀,就能解決對方所擔憂的徵收消費稅所帶來的短暫衝擊補方便得重臨,補方將兩大路線更正的立場 第一,消費稅是更完善和透明的稅收制度,以及監管國家赤字 馬來西亞政府的稅收不妙分為直接稅和千接稅 根據大馬財政部所提供的數據顯示,201年的總稅收51.4%是來自於直接稅,僅有19.2%是來自於千接稅,而石油的稅收更佔了總收入的40.1% 作為石油出口的大馬,在面對於油價長時間的低迷,嚴重地打擊了政府的稅收 如此可見,一個國家長時間依賴直接稅,若外在經濟一處發生變動,將直接影響政府的稅收 為了改下多度依賴直接稅,大馬政府徵收消費稅以提高千接稅的比例 正如我們的美國新加坡,徵收了消費稅後,直接稅占28% 且接稅占24%是作為平和的稅收比例 在實施消費稅以前,政府所徵收的是消費稅和服務稅 但這兩種稅收都擁有雙組課稅價格轉移去補居透不快的問題存在 在消費稅的制度下,政府是透過商家去向消費者徵收消費稅 且在消費稅的動機制下,商家可以鎖回所有交通消費稅 所以商家無需承擔消費稅的成本 這就不會發生所謂的雙組課稅和價格轉移的問題 消費稅在全面電腦跨下運作,所有交易都會記錄在案 退稅的過程也將一種效率扣移 消費稅的實施,解決了原有稅務的問題和運動 此外,2016年財政預算案告訴我們明年預計的在銷售稅中將獲取361 這將會助於減緩財政赤字 二,消費稅的實施並不是短暫衝擊的唯一導致 而衝擊任何能夠福利去安置地解決 很多民眾對於消費者的抗拒 其實是因為認為實施的消費稅後會因爲物價上漲而增加自己的負擔 缺口不滿意,甚至會認為家居比付差距 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 我們必須了解導致物價上漲的因素有很多 好,比如供需變動、麻痺、貶值、全球市場的變動等等 由此可見,消費稅並不是物價上漲的唯一導致 此外,官稅局其用2011年假的公職與法律法定 確保商家不會趁機利用消費稅作為藉口 趁機漲價從頭蒙虛第一 為了減緩短暫衝擊 政府在2016年的財政預算案當中 幫助了脫下的今天,政策以減輕人民的生活負擔 家庭收入第三千令吉的家庭 可獲得一碼元住金,調高至一千令吉 總而言之,消費最有其實施的必要性 其所帶來的短暫衝擊,更可通過其他方式解決 所以妨礙消費又必然之說,想你用取消財收消費 所以謝謝 多謝你們,請 bang,請理多乾址,請台南 underms Zoom,你的地墊工作 一 vä 期盡工址,你接觸方認為短暫的時間有甚麼 comfort 兩月初一的時間是短暫還是半月 second 短暂,到两个月都可以删短暂,一年都可以删短暂 一年太长,好,那我们就讨论三个月删短暂,好不好 请问一下,讨论是这种回应呢? 对,我们今天来讨论三个月删短暂,然后三个月恢复,三个月有恢复 我们就,我关注这个地方的消费税也可以,其实没有,当大坏税 来,删短暂,所以今天短暂,我们就讨论三个月,好不好 好,来,删短暂,今天女方认为SST不透明,对不对 对,是不是因为她说,我不知道我今天这个税交了6% 好,来删短暂,删短暂,今天我可以这样子,我今天对这个说SST 然后标记她,我说inclus 18% 这样子我是不是就知道这个收了多少SST 问题,SST没有,GY,是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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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今天我方提出TLine 方案是说,是说一个改正过的SST 就在于,她可以告诉大家,我这个收了多少税,收10%还是7% 好,来,您的方案是说,她可以说XT我们改正,然后就可以用 我方也可以说GY,是改正,就可以用啦 对,对,对,我方提出TLine 方,你妈也可以提出香港 她们还来吗 接下来,高明儿,今天您的方说双重课税在于什么 双重课税就是会不小心的正收两税 因为正收的那个,要收一层服税,要收一层消费税 所以都得予好 那不知道没有今天再来看 同胞说胶 你忘记认不认同 消费税其实是扩大了税机的 啊 话说什么是 来 不知道没有 今天消费税免税的产品 其实是少于FST免税的产品的 这一点就多大 是少于 是多于 等一下 我先放下叶盒 下来 请教育开店 多了 时间为三分钟 继续教育 明镜数花以后 有什么期待 尤其是 有什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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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县主席大家好 这张比喻今天有个非常 有非常大的意思 就在于 今天我们马来西安有个现状 叫做他扩大了财政值 把他的财政资 市值变上移动 所以我们从不过 需要这个GFT来实施 来减换他的财政收入 就是 我们需要增加财政收入 来减换这个问题 可是我们来想一下 这张这种收入 会不会造成财政的负担呢 这张比喻说不会 可是 我们来检验一下这个问题 从第一次来看 我们去看 底层的劳动人民 他们对于这些 底层 马来西亚40%的劳动人民 他的月薪至少为2000块的 2000令吉的 根据大马时报报道 中学生 他们把哈利给首相洗净 在实施消费税之后 家里人连日用品都无力购买 对于这些人 消费却扩大了成本税机 持续生活负担加重 人民的诉求 对方便有何质与可处呢 而且我刚刚补充一下 就是 GFT它的免税范围只有20多页 但是 SFT的免税范围 多到200多页 对于这些日常生活用品 以前不用交税了 现在要交税了 是不是增加了人民的生活负担呢 好 我们撇开老洞人民不看 我们就来开箱中产家庭 这些马来西亚普遍的人民 对于这些收入 借于4000令吉到8000令吉的 中产家庭来说 他们既得不到大马元出金 而且只有一定的全面 金额也有限 比如说只有子女高脚的支出 在马来西亚 83%的中产属于城镇人口 生活支出偏高 不少人日常需要去 日常需要缴纳过路费 停车费 政府一方面要缴 一方面要征收消费税 另外一方面又减少了股贴 比如说以往有的大道股贴 现在取消了 中产生 中产阶级生活 是不是也日常困难了 好 我们再回一步说 今天我们不要看 底层的人民 不要看那些中产家庭 我们就看一下大马 现金的人民的生活状况 和经济问题 现金 马来西亚 虽然因为国家合体不厚 但是却因为政治失误 导致陷入低收入 高生活成本的中等收入陷阶 近年来 国家财政收入80% 都用于行政支出 然后仅仅只有10% 用于发展支出 就相当于是国家财政收入 达到了2700亿令吉 但是却有2300亿令吉 用于行政支出 而且我们发现 根据 根据安永连侯 快信所事务所发布的 对新亚太区贪户 进行会调查报告 每年因为贪户亡权 马来西亚还至少损失 至少280亿 就是差不多相当于 今天是征收消费税的总额 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发现 我们马来西亚的当务知己 应该是要减少些财政支出 来还解释子 以及减少些贪污腐败整治力度 来减少资质 或是通过去剥削人民群众 所以我们发现 今天无论是从底层人民 还是从中产家庭 从政府的问题到 从今的经济状况 都不能看出 今天实施消费税 不仅不能解决 当务知己 要减台生 这种重税 带来一系列的弊端 比如说造成人民的负担 为什么我们还要 跟巧克力的道路上面 越懂越远越拖越多呢 好 谢谢 今天正到二点 请留步 请转箱三遍上台试试 时间为两三周 谢谢学生 您好 知道刚刚是不是说 因为满意下的 温暖水 所以满意下的 适合 适合 对 在于限制的财政 试试你可以通过 别的方法 为什么没有 所以减少女的地方 是因为满意下的 是因为满意下的 所以我们不适合 这个证收的吗 是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是凌方的 更多数据吗 就是在于今天 凌方说 解决财政是需要通过 扩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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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征收 第一次人的财政 所以凌方 那回 所以凌方今天 搞笑 所以凌方今天是说 果方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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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没有办法解决财政是 对吗 是在于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去解决 有了 所以在果不应该 那想请问对方 所以今天你放成 为什么 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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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我国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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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你这在 这个 我对 你放成 你就是 你就是 你也先说 好 那 那 想请问 对于 对于马来西亚 对于马来西亚 政府最近耗赋 100亿 去进行 我们的这个 加密道路建设 我们的加密道路 这个核权 你接受 您放资料 没有 那你来解释资料 但是我们能够查到的是 馬來西亞县埑經 probably seems to be bothered to stop 大家就可以關注 然後一下先進一個位將本事 民造有發作處處處嗎 大約底部 별建設之後對方無法提出期間 所以對國政府再提出國政府無法解決施� was突發 porque對方已經看到了國國政府在 THE 馬來西亞政府在交通絕事上所有的交通訪法 所有的衝訪表 最後所有的衝殺 所以對於不能解決產生十次的問題,我幫幫你解釋 再來,請問您要是不是所有人為重提款單 就是把我們一放單收到來的是國債的問題對吧 是,不是國債,而是在於你今天是通過擴大稅跡 然後讓人能交更多的稅 對,所以您幫助,謝謝 謝謝,對嗎? 今天等到三遍,下來呼吸,等到二遍,時間沒三周周 今天比較明顯,差點差點,然後開始就算,有氣力 謝謝大家 剛剛我覺得其實從郭道伟的問政先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他就告訴我們說,既然馬來西亞政策的財政費,幾乎不適合 這個中小飛雪,為什麼? 不然有那些要財務腐敗,政府沒有發展的原因 可是我們今天告訴大家各樣的數據 根據2016年的財政據 阿公所從財政庫播出 財政庫播出39億5400萬利益 加上省市公共獎公共獣 其中24億8千萬利益 用於捷運和火車 其中58億2000利益 用於造橋樓 而他們交通過營運開燥卻減少了6200利益 他們可以,要同學告訴我們說 要等我們國家的財政庫的經濟動畫好的時候 才遲行消費稅 所以有時候看到的是 當今天這個國家的稅收率率已經非常不平衡的時候 今天股市發現了50%的稅收率 就50%完全依賴直接 而24%達成的依靠 借錢稅收率 這種不平衡的經濟 稅收率又是對國家的財政情況是有利的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要做這種消費稅 就是為了用平衡為這種稅收率 不平衡的情況 各位,今天這貪固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而稅收率率不平衡 也可以通過增速消費稅來不平衡 其中的損益比很明顯的 是消費稅率占大比 為什麼我們不應該遵充呢 對啊,我們可以告訴我們 昨天中消息 也受打擊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今天政府已經在預算案裡面 告訴我們說 可以獲得四千萬利金 基於華人新出的基本建設 以及優柔等於經濟一代管計劃 甚至還有免稅率計劃 調學告訴我們說 因為消費人民 甚至連日常用品都無法購買 就調學我方之一方出去 因為今天消費會很明顯地告訴我們說 今天日常用品是免稅率的 就代表我們日常的吃、衣食、住行 是免稅率 而且我們大阪同時也在最後一些最低性精致 越收入超越收入低於三千下的人民 可以獲得一千零幾的經濟年的時候 我們一千零幾的經濟年從今天 GST所帶來的短戰衝擊 這很多東西 大量的經濟去輔助人民 去度過這一個短戰衝擊 相反的 零方的SST 的 的 的 自己無法解決 按照零方的國際 如果可以被解決的話 為什麼 實行那麼多年以來 仍然沒有被解決 仍然有人民 人民在被證書了16%之後 依然認為是沒有被證書了 所以非常同學的 非常重點 謝謝 好 謝謝主持人 好 謝謝主持人 大家好 今天有點忙 謝謝主持人 剛剛剛剛沒有說 日用品還沒有遮收 但是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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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去超市 還是可以看到洗髮水 侮辱的日用品還是要遮收 苗衣服 如果是 如果股價上漲 是不是對於中低收入的家庭 負擔會變重 沒有 我找到你一輪 其实这是贝税车型 同学无法告诉我们说 所以今天这五不管贴不说好钱 或贴不说好钱 贴不说是贴不说的 贴不说对他所付出的交述的消费税 其实是贝税车型 对方同学之前的消费率比例更加大 一个16%,一个6% 但是我们看消费税 他虽然有这个援助金 但是对消费税的那个低应还是不够 對方沒有承承 好吧 那對於富人來說 就是高收入階層 他們將別人做的稅量是消費稅 消費稅對他們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但我們是富人同樣有消費 而且是高收消費 謝謝 立正方立面 立正方立面 立正方立面博物時間每三分鐘 立正方立面博物時間每三分鐘 立正方立面離開博物化 立正方立面博物 立正方立面博物 好 謝謝主持人家長 好 今天剛剛被我告訴我們 其實是富家商量不等屬於消費稅 可是我們看一下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CPI指數 進入消費價格指數 在這方面我所說的 短單的三個月過後 馬來西亞的消費價格指數 還是持續上持續增長 並沒有相當沒有所說的 這個短單的衝擊可以過 其次馬來西亞之所以 為什麼富家會商量 在於消費稅擴大的順利 舉個例子 以前建築材料是不用熟稅的 可是現在馬來西亞 可是現在都是GST州 建築材料是要熟稅的 所以發現某家運用到建築材料 而創家他們的成本 從中就會提高 而創家成本提高 而創家必然會消費 所以今天對外賓友 我們可以否認的是 創GST必然會帶來 創家消費 接著他們沒有告訴我們 今天 今天五方體質的立場 在於他們不是 今天五方為什麼反對消費稅 在於今天消費稅 今天我們想要去改正這個 國家財政赤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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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於支出代於收入 可是國家財政赤字的出現問題 就一定是收入不夠嗎 根據《大馬時報》表示 馬來西亞每年財政赤字 在於國家GDP的20% 已經高達亞洲防守 所以發現沒有 馬來西亞收了稅已經夠多了 關鍵在於什麼 在於你80%都用你行政開銷 行政開銷 行政開銷這裡面浪費了太多了 馬來西亞的政府可不可以 減化一下行政效率 馬來西亞政府可不可以 縮小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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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財務進行治理 馬來西亞第二塊